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时候中部以北东北部的温度会下降 来到早晚低温只有14到15度 中南部也会转凉降到16到17度 还要注意风的部分 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 在桃园到台南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空旷地区 还有外岛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 另外今天在东部有出现将近3公尺的浪高 明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和恒春半岛 都要小心长浪 下雨的部分 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和大台北地区的山区 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 还有在桃园以北 花莲和台东 也都容易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类似的雨势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星期 而中南部的天气还是不错 新竹以南都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容易起雾 会影响冷见度 整理周末的天气 北部地区两天都容易下雨 温度16到21度 中部周末两天 晴时多云 温度16到27度 南部地区周末一样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17到29度 而东部两天也都容易下雨 温度16到25度 生活巴龙蜜帮您整理气象重点 北台湾还有宜兰明天整天都很凉冷 容易下雨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 宜兰还有大台北的山区 雨会比较明显 北部还有东部的观众朋友出门都要带伞 中南部的话白天有点热 但是早晚低温只有16到17度 起床要赶快披上保暖的衣服 清晨还会起雾 要多多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晚上到明天 沿海的风可能会比较大 在桃园到台南还有恒川半岛沿海的空旷地区 还有外岛容易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 基隆还有东半部也容易会有长浪 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 下周三的冷空气会不会是大陆冷气团 也就是台北的温度降到15度以下 都还要再观察 但是一定会变冷有感 所以赶快趁着周末找出保暖的冬天衣服 做好准备咯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